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际交往中 最怕的就是你不懂分寸感 不懂和人保持距离 众所周知 在娱乐圈有一种友谊是何炯和谢娜 只是最近稍微细心就会发现何炯已经很少再叫她娜娜了 而是直接叫她谢娜 原来在某期综艺上 在游戏环节的时候 谢娜又像往常一样抢了嘉宾的位置 当时黄磊看到谢娜的样子 面部表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何炯一直是快乐大本营的担当 他看到这种情况 就轻轻地提醒了谢娜 而谢娜这边直接吼了何老师 叫她滚 虽然这个字没有字幕 但是很多人都听见了 刚还在笑的黄磊马上变脸 把头转向何炯 当时何炯表情非常不自然 手放在话筒上的动作略显不自在 那种微妙的气氛 一目了然 可能就是从那时开始 何炯不再叫谢娜为娜呢 再好的关系 再亲密的人 在一次次没有分寸的语矩中 感情就会这样消耗殆尽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要靠两个人来互相经营的 长久的友谊是有分寸感 孰不于举 就是对彼此的分寸感有所把握 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 每一刻你觉得朋友再也做不成朋友了 其中一个人讲述了她的故事 她在租房的时候 有一个认识很久的小姑娘 问她可不可以合住一段时间 因为之前彼此的关系都很好 她就应远了 没过几天 小姑娘就搬过来了 开始的时候 两个人相处得还很融洽 后来她的另外一个朋友要过生日 她之前买了两支迪奥的口红 一直没用 想着送她一支 于是她就到自己的梳妆台上的收纳盒子里面去找 发现两个口红盒子都还在 但是其中一个盒子里面的口红不见了 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 她也没有多想 以为是自己随手放到别的地方去了 周末的时候 她和小姑娘坐在沙发上聊天 聊起了化妆品 她当时想买个粉底 就随口问一下小姑娘 她用的是什么牌子 小姑娘热心地说 我化妆包里有一款粉底 我可以帮你试试 特别好用 于是小姑娘就拿出了自己的化妆包 把里面的睫毛膏 眉笔和粉底都拿出来了 这个时候 小姑娘又拿出了一支口红 在她面前晃了晃 姐姐 你知道吗 你的这个口红颜色真好 特别适合我这个粉底的颜色 我特别喜欢 小姑娘说的那支口红 恰好就是她想要找的那支 看见她一下子不说话了 这个小姑娘还补充了一句 我看你这口红放着你也没用 怪浪费的 我就拿来用了 咱们这么熟 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在那一刻 她决定不再和她继续做朋友了 很多人就是这样 觉得彼此关系很熟了 就可以肆无忌惮 无视朋友的个人边界 这样的结果 是让人难以说服 在寒冷的冬夜 为了不被冻死 刺猬们聚在一起 互相取暖 靠得太近时 每只刺猬都感到了 别的刺猬身上的肠刺 会扎到彼此 而离得太远时 又会觉得冷 可是等到他们再次觉得 需要温暖时 他们又聚在了一起 就这样 他们一会儿聚 一会儿散 持续着 直到最后 他们终于发现了 一个相互间的适当距离 使他们既能取暖 又不会伤害对方 又不被刺痛 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 合适的距离 就是合理的边界 朋友之间的关系 就是如同刺猬一样 靠得太近 彼此会受到伤害 亲密友间 保持距离 才能最大限度 感受美好的存在 小时候 我们觉得真正亲近的人 应该是形影不离的 后来长大了 经历的事情多了 才明白 真正成熟的交往 会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 保持距离 既不是刻意疏离 也不是刻意亲近 而是能给彼此留下空间 彼此之间 知进退 守分寸 这样的关系相处起来 才能既舒服 还长久 正如成坤和周寻 二十多年的友谊 两千年拍摄电视剧 像雾像雨又像风 两人音细结实 并且在现实生活中 成为了二十多年的好友 两个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 不仅是工作上 互相鼓励和扶持 而且两个人还是楼上楼下的邻居 周迅曾经说过 俩人的友谊 能够维持二十年之久 作为朋友 要给对方一个空间 可以自在地待着 周迅在爱情中的每一次经历 成坤的态度 是从不过多地干涉 但他却说了一句 无比暖心的话 你摔到坑里了 你要自己面对 你需要我在的时候 我在 这就是熟不渝取 即使是最好的朋友 他的人生也应该由他做主 我们都不能干涉过多 维护好朋友的关系 最需要的是分寸感和边界感 彼此尊重 邦纳列夫说 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 都源于缺乏边界感 人和人相处 关系再好 也要有分寸感和界限 不要打探别人的隐私 更不要以 我这是为你好为借口 对别人指指点点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我们没有资格 去干涉别人的人生 人生如此 要有度 感情如面 别越界 拥有边界感 是最高级的尊重 所谓的距离产生美 强调的就是 保持距离 孰不于举 大事有原则 小事有分寸 万事有底线 既能为自己带来尊重 也能拥有 舒适的人际关系 熟而不越界 不于举 是一种修养 更是一种 人生智慧 好了 文章分享完了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我是彦坤 再见